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法院判决当选无效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好 马总统终于为了国民党来针对这四名当选无效的立委之说来说说话了 国民党终于有大家长说话 但是马主席要大家引以为戒 这到底够还是不够 年底这场选战到现在呢 会选之声还是非常之多 到底选风败坏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各地方不管是新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又如何来把选风给导向正向 目前大家感受得到又看得到吗 好 我们今天首先的议题就带大家来看到是台中县 谭子国小呢 上午呢还是依照原定的一个这个安排 举行了一百周年的校庆 这回能够请到马英九总统亲自大驾光临呢 全校适生当然非常开心 但这个过程的一个这个处理 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拍马屁跟造神之说之嫌 我们带你看看今天上午马总统还是不为那么多留言亲自出席他 怎么看 马英九总统参加谭子国小百年校庆 失声热情欢迎 还有许多人想挤到司令台前拍照 总统致辞时特别强调 他是专程南下台中 我就是要让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 你们的声音总统听到了 我来了 总统参加校庆一身运动服 还上台和小朋友一同表演国民健康操 跟不上拍子有点糗 其实为了邀请总统 校方发动学生艺人一信即发邀请卡片 总统说他就是受到学生的感动才决定参加 这么多小朋友 没有一个人去找县长或者找立委 或者找政坛大佬来关说都没有 全部都是靠小朋友 不过一人一信邀请总统 以发了外界新造神运动的批评 总统还主动接受媒体采访 驳斥造神说 孩子们他有一个梦想 他想象实验 你何必 大人又何必把它解为什么马屁 或者是造神呢 都想想看 如果他决定的人不是马英九 是林志玲 是王建民 你们会说拍马屁吗 他们又不信马是不是 总统在坛子国校待了大约20分钟 其中有5分钟的时间在回应造神的批评 虽然一再澄清 但学校运动会沾上政治味 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 三地新闻秋里红林博 燕SNG小组台中报道 好 看到这或许我们的马总统非常的在意 所以亲自还要面对媒体说了一下话 到底是不是也训了一下媒体呢 但重点是这一趟的马总统亲自来到坛子国小 到底有没有拍马屁的问题出现 为什么当地居民说到了 这个坛子国小门外这个路桥年久失修 马总统要来现在立刻做了整修 这是不是拍马屁呢 马总统光临坛子国小 全校失修与有荣烟 附近民众也觉得这次托马总统的福 门口这座老旧人行路桥终于搬修了 赶在孝敬之前 坛子国小赶紧把前面这座老旧搬驳的路桥 重新刷上白色油漆 就是要让马总统到了之后 能够看得耳目一新 或是打理门面还不够 工人忙着在路桥底下 把钢筋外露的部分赶紧用水泥修补起来 一直帮我钢筋跑出来的 然后就是公所 公所觉得这样可能会影响绝构 所以就这样我们的表现 平常都没有看到这些现象 一个总统要过来 才要来急急忙忙要翻修 什么时候开始翻修 大概是这一个礼拜内才开始 居民指引什么时候不修桥 偏偏的马总统来才要修 有季季一个多月的 我们小子他要来 他还不晓得吧 相公所澄清这阵子刚好在进行 人行道和路桥收服工程 谈子国小前的路桥 因为结构需要补强 工时延档一段时间 绝不是为了马总统要来刻意整修 只是这时间点实在太巧合 难免让人引发拍马屁的联想 三立新闻判决的江俊阳 台上报道 这样的事情大家应该怎么看 还是说不过是一个小学 这个百年校庆 大家何必这么样的一个严肃呢 但总统今天也特别强调了 这个没有在谈子国小的师生们 没有动用官说 没有请所谓政坛大佬 没有请所谓的立委 一人一信写给他 所以他愿意来 可现在看出来 真的想要见到总统之面 很多人要动用官说 这一直都是这样子吗 只是马总统今天完成了 所有谈子国小师生们的心愿了 但是全台湾人民 您的心愿 总统何时帮你完成 我相信大家心愿都还蛮简单的 希望有好日子过 我们继续再见